大家早晨,今天是星期六,我們先看看美股和內地股市的最新形勢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陰陽足周線圖上 指數在過去幾星期持續攀升,上回市前升浪高位的阻力 而主要的技術分析指標都是全部利好 好,上正綜合指數,陰陽足周線圖上就不漂亮了 繼上一個星期出現一支大陽足之後,今個星期出現的是大陰足 這個叫什麼形態呢? 又不像磚頭破腳,又未到 像曙光初現 指標RSI急跌,其他都暫時利好 代表指數有機會在前升浪的高位附近 完成一個短期的整股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升 收市的時候,港股昨天4點15分 美子期貨是報3199.62 恆生指數,國企指數,紅籌指數全部都是呈現偏高 以紅籌指數偏高幅度最多 不過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都是略低於相關期貨的EAS 現貨主板市場 大戶主動買股比率只有53比47 沒有啟示 而資金正主動買入是接近61億 是比上一日的錄德資金正主動賣出為佳 整個大市的成交當然就是縮減 看看BBI好淡指標 超短期 好淡指標 短期依然是向淡 中期也好一點 長期偏淡 一如過往 升降指標 藍醜依然是低於零 其他都高於零 而平均線分佈指標亦都好很多 只是藍醜依然未夠50 穩率指標 全部升到50 多數都佈60 表示市場反彈 剛才我講過的 成交金額 例如我們看整個大市 過去五個交易日 是1,818億 昨天只有1,295億 明顯低了 低的幅度 計算其他藍醜、紅醜 國企都是接近30% 24-30% 不等 恒生指數的日線圖 一直往下走 過去九個交易日 一直往下走 是試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而指標方面是全面向淡 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的支持都失手了 另外三條上升軌 有一條也都穿了 我們看接著兩條 不排除 是示範低位 甚至乎是保力加通道底的可能性 機會有多大 暫時看都有三成至三成半 周線圖 雖上周出現了一支射擊之聲 今個星期出現了一支 長生區的陰燭 現在是回視保力加通道中族 好就是保力加通道 縮窄 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支持是一直上移 代表 指數的再跌空間 是收窄的 指標方面 連RSI 就是 往往上跌穿 五周平均線 第一個有機會發出 利淡 訊號的指標 月線圖 今個月 未完 暫時在高位遇到很大的阻力 保力加通道中族前面 而指標只有RSI 和SDC 叫做利好的 整體來說 一浪低一浪 33個行業 如果以資金正主動買入 多少來排列 表現最好就是 軟件服務業 跟著到醫療保健 和地產 留意 這個表中的排列 是一個新的排列方法 大家除了看到 升跌的股票比例之外 也看到 每個行業中的股票的平均 變動率 相對於五天前 昨天收市 相對於五天前的變動率 做個比較 主動買股比例也有 資金正主動買入一定有 資金流向外多一個 就是五天 即是過去五天 累積計 我們看到 醫療保健 貴五天 是錄得資金正主動流出 2億 但是昨天 是流入8億 這些就要留意 就代表 醫療保健業 的股票 就見底反彈 的 情況 非常之明顯 其他的你都可以自己比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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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你都說成交金 真的沒什麼特別 跟著呢 是講 全部股票 如果也都是以這個 資金正主動買入計的表現 最好就是騰訊 投了幾位 自己看 阿里巴巴小米 華潤啤酒 創12週新高 螢富基金 這些 這也是有個五天的變動率 是由過去五天 比如這隻華潤啤酒過去五天 變動率是10% 升了11% 昨天就升了 昨天升了5.8% 我們將它放在下面 看看真正變動率 有什麼特別呢 有兩隻 石藥集團和比亞迪 昨天的低位是低於前日的低位 表現差過三個主要指數 但是其中的石藥集團 你見到 是倒升的 這些要留意 另外的 就是看看哪一個升得最多 真正變動率最多的 那一隻應該是 這隻 雅生活服澳 還有 剛才說的華潤啤酒 這些都是我們下星期一要特別留意的股票 騰訊 騰訊就是 我們見到 量比不夠2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我想特別今天介紹一個 資金流向百分率 就是說 資金淨主要買入10億 但是這10億 是佔全日的成交金額91億 百分之11點多 如果他錄得資金淨主動買入的話 如果資金流向百分率越高 就代表那些 賣盤越積極了 右邊我們看看哪些是托價 哪些是壓著價的經濟 資金流向方面有什麼特別要看 看看 資金淨主動買入10億多 大戶主動買股比率57比43 都是不錯的 但是即使使力 阻力就下壓到524 日線圖上面是試保力加通道中軸 指標 4個利達 第2隻阿里巴巴 資金流向比率只有10% 量比也不夠2 而大戶主動買股比率 一般 51比49 沒什麼啟示 而即使的阻力 下壓到239 是錄得資金淨主動買入 5億1370萬 第3隻阿里巴巴 看看阿里巴巴的日線圖 保力加通道中軸支持上來 指標2個利達 整體形勢偏好 量比不夠2 資金流向比率12% 日線圖上面 我們看小米 剛才就是 那小米 看的日線圖上面 好少少 只有2個利達 而小米的資金流向 是60比40 大戶主動買股比率 這個好些 雖然錄得 資金淨主動買入 只有2億9 而 15.5的位置 增持非常激烈 明天 我會 希望在12點前 我會跟大家講 投資影音教育的 牛紅正買賣的竅門第4貨 所有的 Planternum 和Diamond 會員 準時收睇 繼續上課 我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收睇